畫面中可以看到一輛汽車停在車道上 起火燃燒 火勢相當猛烈 整台車陷入火海 還不斷冒出大量濃煙場面相當驚悚 消防員到場後立刻拉水線灌救 發現起火燃燒到自小客車駕駛 頭髮燒焦 坐在人行道上 立刻把他送醫救治 帶你來看一段當時畫面 到達現場時 車輛已全面燃燒 警察現場沒有人員受困 所信現場沒有其他人員受困 驚險火燒車意外就發生在台中 南橫八路 中南一路路口 十二號晚上十點多 自小客車追撞前方的車輛後 突然急火燃燒 所信駕駛第一時間自行脫困 消防員出動四車八人到場灌救 不到二十分鐘就撲滅火勢 但整台車已經被燒成了廢鐵 至於詳細肇事以及起火原因 還有待調查理清